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南北重贯线车队一整天 在高雄市区扫接拜票 来拉台自家候选人的声势 不过外界关注焦点 还是放在先前他曾经说 中国官员比台湾的素质 还要好这一番话 而现在这个说法 也引发其他政党的抨击 认为柯文哲对选民是过河拆桥 而对于蓝绿总统候选人 被称作是总机对上补稿机 柯文哲回应他说 他自己是智慧型手机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率领的南北重贯线车队 整天在高雄市区扫接拜票 沿街都可以看到热情的南部柯粉 挥手表达支持 政治没那么困难 所以政党的人来就可以 你知道吗 要记忆怪怪的 为自家候选人戴上披肩 钻上菜头还自创金具 来暗奉选举文化 只能选出正常人就好 政治还曾表达 中国官员素质比台湾好 这说法引发激进党抨击 认为这是对选民过河猜桥 骗选票 其实我们的县市长 花在红白铁的时间太多 我问他说一定要去吗 去不一定有票 但不去一定会没票 损耗掉太多时间 凯文哲解释 问题出在选举活动 花太多时间消耗台湾 而提到这一次 总统候选人证件发表会上 爆红的总机 对上读稿机两机名词 他定义自己是智慧型手机 我说看到这都觉得 有点搞笑 那市长你是什么机呢 我老是想 我是希望我是智慧型手机 看你是要传乱 还是要看新闻都可以用 总统政见会 不仅有两机名词受瞩目 反渗透法成为这一次议题战场 可文哲认为 民进党应该要说清楚 规范的对象是 几乎就是台商跟台湾人民 自己嘛 对不对 那你就要讲清楚 什么是地雷 什么不是地雷 要说清楚的 恐怕还有其他争议 韩国瑜在政见会中指称 白天总统蔡英文 晚上总统邱一人 抨击蔡英文遭到派系架空 可文哲认为 执政党是部落政治 说是分赃 不如说是派系妥协 充其量的 蔡英文也是一个部落的共主而已 因为他也没派系邻里 这跟国民党不太一样 说分赃就太难听了 大概就是派系妥协 然后只能做到这样 可文哲南下却始终在总统议题围绕 不过看看扫街气势 和抢合照的排队人龙 这次全台纵贯线大扫街 卯足玄境 拉台自家候选人声势 更要为民众党部分区立委席次 吹出更多票源 在吉尔普庄纪维 高雄报道